中越縣港這個地方可以說行程很豐富 所以我們現在來到這裡是五行山 也是中部這裡很獨特的 也是一個佛教聖地 所以我們在這裡看到釋迦牟尼佛 聽說是很靈感 這個是它的大雄寶殿 所以說這有它獨特的山水 你看我們剛看到冠陰是在山茶半島 現在是來到五行山 今天行程很豐富 走五行山 我們那個山茶半島冠陰市我們去了 我們岳波也要去看順化古都 聽一下行程 行程滿滿的 你好你好 哈囉灰灰手 哈囉 這邊是哪裡啊 巴拿馬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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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方離現港差不多有四十公里 這個地方以前是法國殖民時代 這個地方是在高原 在海拔一千四百八十七米 這個地方的氣溫最好 它跟山下的氣溫差不多差不多六度到八度 這個地方 也是因為他們法國失去的時候 他們在這裡秘蜀的地方 在二十世紀初的時候 這是法國人的秘蜀聖地 當時 當年 這裡當地的政府 把巴拿山 電視發展 其實這個地方 很多人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到近期 他開放 把它打成一個休閒的 一個度假區 所以在這裡山頂 把它打心圖內 不但建大火寺廟 裡面也有看到大本 所以我們現在一個攬車 要去到巴拿山 所以我們這個行程 行程開始是很豐富 我們現在一個攬車 可以看到一個現港 的市區的一個前景 我們現在要去到巴拿山 這個地方 這裡也是一個空中樂園 我們在裡面可以看到 法國人的酒窖 也有看到我們室內的電動遊樂場 也有可以看到很漂亮的 法國花園 跟他們法國式的建築物 在這裡也有一個空中城堡 度假村支撐 我們現在這個攬車已經到了 來到這裡 不但說 要看一個 法國城堡 來到這裡 一定要看一個 黃金橋 所以你看我們現在大家都走在這個黃金橋上面 你看非常的漂亮 在這個位置 來到這裡 大家一定都要來 因為這個巴拿山建著這個黃金橋 所以大家人都來 這是2018年 今年六月份 他對我 對我開放的一個神經點 這座球可以說 看那兩支很大支的手掌的一個雕塑 的雕塑 仿佛像一個巨人的高手 就索 一個很大的人的手 冠冠 拿在海拔一千四百米的冠冠中 裡面 這個巴拿山的黃金橋 專長一百五十米 分八大 所以我們的遊客 我們的遊客 在這個黃金橋裡面 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色 包括山景 包括森林 還有一些遊樂設施 在這裡也能夠蓋上 自由露體 也有五地的立體電影 這裡也很適合親子旅遊 所以說 來到現場 這個巴拿山的黃金橋 一定要來 所以在這裡也能夠做一個 一種東西 叫做勒棍 在這裡可以這樣 在這裡 大家 經過這個隧道 然後彷彿來到以前 二十世紀 法國時代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看到 城堡的花園 好... 好... 這個就是當時這個酒教的模型 你看 現在看到一百多年前 這些萬惡的資本主義 他們享受 萬惡 我們現在在追趕萬惡的資本主義 還是沒有追上去 你看那個在跳蹭狗 跳蹭狗 你看跳蹭狗 這個菜怎麼那麼豐盛 對... 不是... 都是西餐 其實假的無道帥在這裡 這個模型其實就是這裡 大家看 這個是在山東 就是山東 我們 那等一下一出去都看到 來個當官的 它是什麼酒教... 什麼酒教是... 風那麼大的動物 風那麼大的動物 這有幾百年的 越軍的地道 有... 只有地道 剛剛有在看嗎 有啊 地道沒有在看嗎 地道沒有在看嗎 地道沒有在那裡 原來那裡 那裡就有... 人家這是酒教啦 你看... 看到這酒教 法國人的酒教 所以一定要去來看 我有期待 我沒有期待 我感覺裡面 暗後 這邊的風景比較漂亮 不過也大家感受一下 以前當初是它的百年酒教 這也是巴拿山 很重要的景點之一 更重要的就是你們 你們這些藍女主角 重要的就是 跟我們大家揮揮揮手 跟他知道 這是我們集團 因為來到這裡很多人 我們看到這個酒教 現在導演在跟我們介紹 就是希望大家 參考一下 或者是... 幫他買的時候 我們不喝 每天唯一要喝的啦 那就是... 我們就算等於在這裡解散了 好... 現在開始了 我們來逛一下 花園城堡 花園城堡 有表演 在這裡齁 這個... 開始齁 城堡裡面齁 有表演齁 來... 不吵你們 讓大家欣賞 好像一開始 那就是.... 那真的很.... 有成長 turns 這次他就是.... 他這個歸走了 0...5... 我們去靠 Provost 等一下站起來 從這裡站起來齁 あの角鞋 有人坐... 这个就是滑车 叫这 滑车 哇 修箱 修箱 哇 和尚和尚 懒车 这就是法国城堡 巴拿山里面 法国城堡 这过去大家都不知道 这个地方 在今年六月份才开始 所以我们 七月份 六月份我们就来 大家一路顺风 拜拜 我们要下山了 来到法国城堡 走一招 玩一玩 来看巴拿山的黄金桥 我们要搭缆车 搭缆车 我们又要下到 县港的市区 这是在空中 那大家现在要去用餐了 这个在海拔 海拔1487米 海拔一千四百八十七米 快 我就是海拔 fat